每天一杯奶茶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每天一杯奶茶差点要了他的命 而最亏祸首就是奶茶中的纸纸末 看到这条新闻 您真的应该好好重视一下 说纸纸末大家可能有点陌生 说奶精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奶精很多食品都在用 你可能每天都在吃 很多的奶茶都喜欢用纸纸末来代替牛奶 为什么呢成本极低 一公斤的纸纸末好点的成本大概在10块钱左右 大概可以做100杯的奶茶 如果真用牛奶的话成本大概要高几十倍 简直是暴力 那么纸纸末到底健康吗 纸纸末是以精致植物油或者氢化植物油 等为主要原料的廉价的新型食品添加剂 因为富有奶味 因此在食品加工中替代奶粉 然而大多数廉价的纸纸末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 经常摄入反式脂肪酸 会诱发心脏病肥胖症糖尿病 心脑血管意外等危险 现在也有自称零反式脂肪酸的纸纸末 但是能不能真正做到另说 同样对人体没啥好处 吃多了发胖是肯定的 除了奶茶身边还有很多食品都会有脂脂末 例如麦片血糕素溶咖啡等 因此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看到配料表有脂脂末就长点心吧 转发这条视频 把健康带给身边的人 关注大叔揭秘食品真相 实现健康饮食